這邊的第下一樓就是南公關店 小香港 看到了嗎 這條通算滿有名 歷史滿悠久的南公關店 那這邊有很多店家 像小香港也是 它是一店三租 什麼叫一店三租 也就是我這一家店面有三個老闆 我下午1點到晚上7點是一個老闆 然後我可能是做演歌場 只能唱演歌 不菸不久300塊唱到飽 那晚上8點到凌晨 1點是女公關店 凌晨1點過後 或是第三性公關店 SEXIE第三性公關店 第二季會出現的 寶兒媽媽 就是跟他們做實習的 對 好 來 SEXIE也是凌晨12點以後 才有一夜 而且是完全 妳應該就是Rose媽媽吧 漂亮 我喜歡 條通是全台灣唯一一個 最多元化店家聚集的地方 南公關店 女公關店 南童店 女童店 第三性公關店 兩位Honey 第一次來嗎 嗯 開什麼酒 82 偷偷告訴我們 其二更好 我是有被媽媽桑帶去 南公關店玩過 對 但是 帶我來看好像滿早 日式酒店小姐會去的 因為比較多 我就講了 日式酒店小姐的年齡真的比較高 還睡覺 對 對 真的 而且你去南公關店 你會嚇到 百分之八十的客人 都是年輕漂亮的小姐 去消費的 對 因為它是凌晨12點以後 才開店的 南公關店 所以就是大家下了班之後會去 百分之八十左右 都是八大行業的小姐可以過去 因為她覺得我上班的時候 被男生欺負了 所以我下了班 我要去欺負男生的心態也有 又或者是她覺得我沒有資格跟 一般正常的男生交往 我只能在這裡找到 愛情的那個虛偽的那個虛實 然後可以去握住那些暧昧的感覺 這樣子 然後也有啦 條通 很軟耶 不管是我現在開酒吧 或是我以前上班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人來應徵嗎 那媽媽想再挑這些小姐 不太會挑人 因為來應徵的人都少了 但媽媽想唯一一個會拒絕的 就是看起來像有嗑藥的人 妳的貨都從哪裡來的啊 她又不能找我 她很厲害 毒品消失沒多久 他們店裡就死了人 您不覺得當中有什麼關聯嗎 我們店不碰這些東西 然後 所以如果這個應徵的小姐 看起來是有點ㄎㄧㄤ的 或者是她的口條有點奇怪的 對 媽媽上都會直接拒絕 連應徵的人的時候 就看起來像有課藥的 我們都不會 問人碰讀嗎 對 现场为您插播一则新闻快报 登山社社员在后山 发现一具无名尸体 尸体被台风吐石流冲刷 死亡时间和死亡正在行态 你和他的事 我全都看到了 你一再践踏我的信任 我要你永远都别来出现 永远 而且师资好像是从哥认识的人 当时应该是从这里开始 想要找买尸体的力量 凶手一定不是就一个人